我左手是冲上云霄 右手是on call 36 小时 左脚是亚洲先生 右脚是香港小姐 我是为大家分析电视电影的 白士特影视专门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线 一个人物 一个地方 一段故事 组成我们的香港历史 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小学会跟你 港人 港地 香港地 足球解读 重新出发 Only Run Radio 一足即发 大家好 我是Naomi 好 回来第二节 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的第一节就说了利记我们很开心 第二节上我们是要看什么新鲜热纂的事 全部都新鲜热纂 第一要讲 remo recently 刚刚过了新鲜滚热纜尼的曼城 对主场对下西布朗 曼城的比较落赛 那車仔死了嗎? 車仔? 車仔現在輸一場的話 基本上都不用理他 因為他現在欠五分 所以輸一場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萬城 換言之說 現在計失分來說 利物浦就失得最少 現在他們兩隊都是要求 求利物浦失分 我相信萬城現在在這樣的環境下 他都不用怎麼想 他還是要死來的 沒錯要做好自己 他起碼先拿足分數 因為當日他還沒踢之前 71分33場 他拿了74分 他仍然有機會威脅 因為在數字上欠六分 但實際上欠三分 所以不排除萬城還有機會 因為利機和車仔那場的戰果 絕對很大影響到萬城 還有沒有機會衝上來 沒錯 所以簡單來說 希望利機那場球不輸 基本上後面那些就容易打很多 沒錯 結果阿古路正選出場 去到上半場兩分鐘的時候 一個右路攻勢 拿斯利一斬出來 被阿古路心口一控一射 彈出來 龍門撲出來之後 然後變成薩巴利特 插水式一頂撿雞 一比零領先 三分鐘而已 這個球就龍門有少少頗 當然阿古路的起腳快也是一個很重點 但是他起腳快了 而Keeper有少少擋球 就是擋球還是擋球 擋球 不是擋球 他不是擋球 如果擋球就不輸 他擋球就擋出來 也要震薩巴利特的勇敢 真的飛去插水 沒錯 好 接著到九分鐘的時候 阿古路一個 又二十多萬一個 左路射回軟處 二入網2比零 十分鐘的時候 還有阿古路的進攻 真的差很遠 但是這個球是一個1-2來的 他的1-2比較特別 就是首先把球散到對手 然後彈回對手 彈回自己 然後自己再起腳射入 這樣就騙大了 但是當然射速很漂亮 當然其實西伯龍沒有什麼 都有一些攻勢埋門 但是最主要是來自沙色朗一個人的事 其實那邊稍微有威脅的就是沙色朗 幾個球都是由沙色朗去搞 也都見到以下15分鐘一個反擊 都是沙色朗所拆動的 彈回左邊 然後再給了多蘭斯 滾水六腳之下 右腳一控 左腳一射 結果追回二比一 你用滾水六腳來形容 我覺得好像有點貶義 這個球應該是這樣說的 這個小小太Q 但是他修正得快 以及起腳 即是他修正和起腳都很快 這個球其實我覺得他射到算是有些功架 反應快 修正做得快 所以起腳又快 追回二比一 好 接著去到34分鐘一個右路的角球 拿斯利斬出來 然後前處有人 應該是巢迪加西亞 滾了之後 遠處的迪米哲利斯 就倒進去 入網 3比1 我經常說這個位置很重要 永遠都是頭柱對出的六馬位 經常都會影響到那個球的變化 這個球就是頂流 當然後面的球員就有些少少 發夢 對 有些少少不集中 好 接著其實呢 一個上半場臨完場前 一個最右 西方浪都一個右路的攻勢 一個埋滿 都是沙色駱 結果是金濱來散 用力一閘一閘一閘 我覺得中堅經常都是這樣說 一個泰利 一個金濱來 那麼高級的 他們經常都是勇敢度很高 總之這個球射過來的時候 我給你一個身體散 你一定要散中學 千萬不要散入網 這樣做法之下就夠了這個球 好 接著看到一個下半場 好 接著薩巴利第 一個右路一按 按了給小禁區裡面的拿斯利 結果是出了去底線以外 這個球很漂亮 這個球是第一腳比的那腳漂亮 即是摩術華 摩術華比的球變得漂亮 好 接著吸口摩術華 受了傷 退下火線 接著一個西伯朗的攻勢 阿曼米迪丁路一射 被阿曼米迪丁路一射 被阿曼米迪拖出 遠處外面的地方 這個球要讚 就是讚他們曼城的後位 散得出來快 跟剛才剛剛相反 跟剛才車路士 車路士那腳就差很遠 他們撲得出來夠快 變成封鎖了角度 那麽龍門很夠 沒錯 結果去到全場 去到93分鐘的時候 一個萬蛇 一個右路攻勢 占士米迪丁路一射 被阿曼米迪丁路一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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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其實是萬蛇 變成主動的優勢 所以我們都說 這波千萬不要輸 不輸就可以了 當然 我們待會講歐聯的時候 我們才會再講車仔 另外 這兩場球是一個很關鍵的 發生在星期六 曼聯對愛華頓 禮拜日 曼聯對愛華頓 莫耶斯的賭歌詞 在賽前和賽後 我的成長球 就可以把我的故事 一會兒砌給你聽 首先看球 去到上半場26分鐘 賴斯麥福拆了一個攻勢 彈了給右邊的盧卡古 左腳一射 散中輝爾中獅的手 球證直至12碼點 你知不知道一隊中獅最厲害是什麼 一隊中獅 就是貼手 沒錯 那就是手球 好 白恩斯一射 左腳一射 嘩又射回中間的地球 好像沒有看錯 其實迪基亞用雙腳碰到一點 是啊 我經常說 都是射中間 都說要射高球 說得都不聽 好 這個時候去到42分鐘 一個右路攻勢 史密斯高文 左攻上來 按進去裡面的位置 右腳 扎角度射回軟處 二入球 這球就是正宗 有射術的球員 是很容易射 這個球剛剛沒有越位 還有他控制的角度很漂亮 等球留到最順腳的時候 射網仔遠處 好 萬聯去到上半場 不完全是為一個頭場的攻門 伊雲斯一頂 太正宗 比猴接球 這個球 可以說一下 剛才我們說的 對中堅是否擋住他 就算他頂中了那個球 也犯不到力 龍門就是撿球 即是用手接球 不是在網上撿球 好 這個時候 去到下半場 在網上撿球 對中堅是繼續有攻勢 然後史密斯高門 彈了給左路的賴斯蜜蜂 一個左右腳一射 完全被迪吉亞封出來 但是在禁區外 要射入迪吉亞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實他封的位置 封得比較漂亮 那不是兩個後位 幾個位置都不錯 好 接著去到86分鐘 朗尼一腳 不是 少了一腳 被禁區裡面的朗尼 朗尼對著後活一射 結果被後活用腳封出來 這個球真的封得很漂亮 兩球 2比0順利完場 對 很順利之下就完場了 另外一場我們不看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阿仙奴 阿仙奴就3比0搞定了 當然這場球有很多疑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都知道 好 現在欧聯最後第四個席位 就是愛華頓和阿仙奴 沒錯 那之前愛華頓應該沒有什麼機會 但是因為阿仙奴拆了Q之下 就追到很近 因為之前愛華頓要對曼聯 其實機會都很渺茫一下 但是誰不知呢 在這場球之後 就是我們剛剛今天收到的最突發的消息之下 沒錯 兩隊球就雙雙贏球 但是莫耶斯就被人搞定了 就搞定了 那我就搞定了之後 再看看小道消息 整個故事都可以組成了 怎樣的故事呢 故事就是 很多人現在傳出來說 在未對愛華頓之場之前 其實莫耶斯已經知道他要離開了 那為什麼這場球愛華頓會贏到曼聯呢 不是因為他放棄的問題 我自己陰謀論計 第一件事就是 阿仙奴贏後城 我相信這件事就是後城都會送給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竹總盃的決賽的時候 後城會對回阿仙奴 那如果阿仙奴可以拿到歐聯第四的席位 那竹協 即是歐霸盃的席位 就順理成章就會給到第二隊 那我 如果我做後城 我都送他一程 那就可以令到他拿多點分的時候 有機會拿回第四 他拿回第四的時候 做福人群 那到時候做福是自己 受惠是自己 因為去到足總盃的時候 他不論贏輸 他那個席位都在那裡 他歐霸盃的席位就是穩如泰山 所以這個 好了 那為什麼萬聯又會輸給愛華頓呢 剛剛已經解釋了 就是因為其實他未對之前 已經知道自己 走了 大閒張士人 都知道他自己要拜拜的時候 老實說一句 他拜拜要補水給他的 補五百萬磅 那萬聯在哪裡找回那五百萬磅呢 大家在心中 那整個故事都可以組成 好了 那莫耶斯 教不足一季 就被人叮了 那你怎麼看呢 其實在於我的立場來說 不要抽水給他的立場 其實 會不會真的給不夠時間 不是說給不夠時間 他就是說 正常的領隊 在我的思維上 正常的領隊都會有三年 三年 我想現在 現今的球隊就很難給三年 我想 給你一季的時間 去重整對球 或者叫修復對球 都合理的 一隊強隊來說 如果你執手 起碼你看到有幾個球領隊 就算包括之前的看守領隊 車仔拿冠軍的 迪馬提奧 他執完歐聯之後 回來 起碼大半季 就是前前後後 他總共有一季的時間 半季再加半季 才能動 即是一季 一季的時間 你都做不到 會想要的要求 這樣又無話可說 因為他去到正正式式 輸完這場之後 他就正正式式 怎樣說 他跟前世是沒有了 之後就正式炒 那很正常 歐聯又沒有了 這個又沒有 那樣又沒有 那你還想 你還想 即是 如果是要動他 那是時候 我覺得 還有在數字上 也知道 萬聯沒有什麼機會 拿歐聯的席位 歐霸 我相信對他來說 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但是如果可能 在於管理層來說 可能現在的感覺 就是想搏回歐巴席位 可能 我會這樣看 我自己覺得 整整由 聚爺退休之後 到 莫耶斯去接棒之後 我們總共有幾個問題 一直都覺得他是有的 第一就是 那些舊電池 和那些老鬼 就一定是不聽他的 這個很明顯看得到 他在跟衣室那裡 他完全是沒有辦法 可以搞得到 這個也是看得到 相對 如果 亦都看得到 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買回來的球員 和他安排下去的 那樣東西 我相信這件事 就是他致命傷 即是我們已經季初 由我在另一個台上做的時候 我的師傅 我們都說 譬如你買廢蘭明 回來去廢蘭明 安排放進去的那個位置 我們覺得是有問題 即不是 不是真的一個 我覺得是 合理的 的一個 怎樣說 一個位置 然後跟著 但是他買回來 我不知道 但也花了不少錢 但回來又是沒有了 即是 沒有了的意思 我們解釋過 我又不想在這裡重�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最差的 就是 朗尼 坦白說一句 雲佩斯 擺明是不跟他搏的 即是 坦白說一句 擺明是不跟他搏的 即是我覺得是不跟他搏的 即是現在所指的 受傷各種種種那樣 是的而且確 我們經常都說 在世界盃之前 很多球星都要去休 留力也好 清毒也好 將自己的舊舊的傷患 全部清洗 然後搏世界盃 即是有很多 即是一個搏的 是的 有很多的例子 給佩斯 那 反過來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 一個球員不想跟你搏 好了 一個球員不想跟你搏 你看去年 在爵爺的手下 因為 爵爺就擺明 是 他由阿仙奴救他 回來 這邊 給他一個聯賽冠軍 所以 他一定很感恩他 到了他離開之後 他也覺得 對球裡面有很多內障問題 解決不了的時候 他由世界盃 他就不想搏 這個也是無口可非 令到他成績有滑落的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再加上 就是 朗尼的事件 其實朗尼一向 跟他都有心病 即是 在愛華頓過的時候 截補公堂 現在他搞你的正常 搞你的意思 也是 他要求 續約的時候 匯方 那麼多問題 都要滿足他的時候 令到他也很難做 但其實 在萬聯粉絲的角度來講 末尼斯的最大死罪 是對於 朗尼處理 就是好像你所說 朗尼處理 朗尼上的問題 不夠缺段 是啊 其實 可能說 由上季 季尾 其實 某一些程度上來講 畢格上鋪了一條路 是想清走朗尼 嗯 就算你今季開第一場 對著小運 你明顯看到朗尼和這道球 就算朗尼和這道球的 配合度和興奮度 是完全不成為一個比例 因為他想走 但是呢 又硬讓他留在那裡 又硬開了那份三十萬周深 讓他留下 嗯 變成了你要聽他知道 我會覺得最 在萬聯以後的角度來講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死症 其實呢 我們經常都有講的 一個好的教練 或者一個好的領隊 他是 即是你看到 過往的穿爺 很多球星 比比皆是 斯朗也好 碧陷也好 他們覺得他不留戀 在球會裡面 他就會全部把他賣走 Low one big gun 是吧 很多這些個案 在萬聯裡面 但是 最後 費家訊就告訴你 我就算不可以 這些球星球全 我只是短痛一陣 我很快就重上軌道 所以呢 是令到很多人去佩服他的 即是不要理他那些 四四二世那些 首先 一件事就是 他能夠做到這件事 他也有不同的年代 做到不同的方式 有不同的踢法 他是 用會管通得很好的 在管理上 他是成功 至少 但是 現在 如果我是莫耶斯 即是不愛 就是不愛 但是他做不到這件事 可能有很多種種 第一 他沒有那個地位 第二 就是 球會方面 第三 就是有很多 很多的問題 他是處理不到的 我覺得 還有你說 是不是球會 放下給他的權力很大呢 我覺得 也有些制爪 我相信 公平地去看 他也有些制爪 譬如他也要找傑斯下去 參與一下 有這麼多這些問題之下 我覺得 真的會令到 他很難去展開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自己帶來的兵 確然是少 但是 訓練團隊的兵就很多了 基本上整個教練團隊都換了 是的 他整個換了 我覺得 如果是他決定 是一個錯的決定 因為你要明白到 萬聯這隊的體制 他後面那班人 除了是說 坦白說 訓練有很多 都有不同的地方 有高手 但是你說 要全部都這樣 剪掉的時候 那班球員 那個慣性 那個雜性 你不可以在 那麼短時間內 去改變 雖然 你的團隊裡 有一個叫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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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 不是你一個 是因為 那班教練 是教了他們很久 他們已經習慣了 就是 那些球員 習慣了 他們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雜性 你全部去改過之後 還有一個問題 他又不想在 肺甲信的影子下生存 那他一定會有很多 不同的改變 令到那些球隊裡面 那些球員 很多會很不滿 因為我明明這樣做 又OK 又拿冠軍 你又要特意 另一個方法做 另一個方法做 你又拿不到成績 很多時候會在這裏 會有些不協調 和不和諧出現 那我覺得 整個情況 就是這樣 令到他 變得越來越難做 成績又交代不到 他的時候 壓力越來越大 那些球員一定是要玩 一定是 針對你 所以變成 不過我今天看到一段報道 我又很認同 我老友寫了一段 在《生果日報》 我老友寫了一段 在《生果日報》裡面寫了一段 很認同何輝說的一段 如果你是一個領隊 廢戒信請你回家 你告訴他 《生果日報》 我相信 他都會覺得 《生果日報》 你任何一個人 《生果日報》 你都不會說 《生果日報》 《生果日報》 但是 當他進入去的時候 他面對著這麼多問題 而有這麼多壓力之下 他做不到 我覺得 在某情況上 都算是一個 所謂的 怎麼說呢 都叫做 起碼是一個嘗試 但是你說 他行不行 好不好 行不行 我又覺得 兩體 我覺得 你說一句 我會很認同 就是 你給不夠時間 他 我只可以這麼說 就是 給不夠時間 他 真的不足夠時間 去給他 去做這件事 我只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說 如果是真的 要講到去 怎麼說呢 要講到去說 他買人 各樣東西 其實他買人 都不是買了很多 他最多是不買 費難力 一個馬達 其實其餘都沒有 是啊 還有問題是馬達 我也有一點懷疑 我之前也說了 我懷疑了 他是 朗尼的替身 所以 其實他正正去買 球員 球員也是年紀大了 年老一年 班底上 還有我覺得對球 在去年是搏得盡了 今年對球 回堂回得很厲害 是啊 回氣回得很厲害 水準不行 因為上年坦白說 很多球員都是踢心力的 那你踢心力 最主要的元素 就是你的領隊 要給到那個 呃 摸到那班 對 摸到那班人 他們才有那個心力 去跟你搏 那單人不跟你搏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都好的 就是你看得到 就是給一個機會 給一個機會 給一個機會 曼聯滿一下血 絕對是 那變了現在呢 就初步來說 就是傑斯仔 做著集隊領隊 我會不會不用說球嗎 傑斯仔 好 哈哈 Ryan Giggs 傑斯 是 做著集隊領隊 我說過傑斯 就是 以前聽到 人們說過傑斯 是 自己都說過傑斯 是 傑斯做著集隊領隊 基本上加了這四場 那 也都 人們開始選擇了 究竟下任的繼任人 有哪個機會 最大的業門三個 你先說 大業門 雲高爾 嗯 次業門 現在多蒙特的高普 嗯 第三業門 傑斯 如果三個來說 高普的機會 就是三個 最適合的是高普 當然 因為 雲高爾那一套 是要講 體力講紀律 嗯 現在他這隊 講體力就死定了 嗯 你明不明白 即是他看來我死定了 對不對 全部都老又殘 其實這樣說 如果你說 這個時候值得他會議的時候 其實雲高爾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嗎 我自己個人不是 我個人覺得不是 因為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雲高爾現在能夠在手裡的那些兵 都是老柴來的 但是 多蒙特的領隊就不同 因為他有很多 他在多蒙特的時候 他訓練了很多 新血出來 你們是未知的 嗯 他有很多 而且那些 通常那些新血 是一些未來之星 對 他可以 即是 在多蒙特裡面 他拔這些球員過來 他的 預算是低很多 你要雲高爾崩 那些全部有名的老柴 又貴又 又貴又難 又難簽到的 他都難做 你明不明白 但是其實現在 雲高爾濕火班後融 即是在荷蘭國家 濕火班後融 大部分都是 在一些 飛燕羅那裡的小孩子 重執了 對 但是那些飛燕羅 會不會這麼容易 賣給你萬聯 還有 你知道萬聯買了東西 都是買貴的 買什麼都要貴一點 買了 人家買過 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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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上市公司 始終有限制 我覺得 兩個人 還有你覺得 是一個王朝 你還要找雲高爾 雲高爾 真的不會捱得很多年 老闆 他都不會跟你做得很多年 他自己本身的年紀 體力 都我覺得是 還有他 這些我覺得 雲高爾那些 是真的 教國家隊可能適合 但是 亦都這樣說 現在 模擬師 你給不夠一季時間 嗯 給不夠一季時間 但是 多門特 現在近這兩三年 就說 我OK 但是其實 高普 08年才開始 教多門特 他都是要三年時間 才可以令多門特 引發第一座原唱 你萬聯 究竟 給不給到這個時間 給高普 我是有個原諒 第一 第二 我看 沒有記錯 我今天再看那些 就是那些 叫做報道 高普 就是可能經一些 體育網站報道 高普就說 我不會去 聰明 因為 因為 以高普的做法 我會說 適合的意思 就是因為他冰原 有這個意思 那如果你說 現在有個這樣的 浪離 他可能見到都怕 他都不知道 他知道未必可以容易去 去 去做事 所以 雲高爾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他級數高一些 地位高一些 你明白嗎 那就容易一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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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住 好像朗尼這些 那些球員 或者雲佩斯 那些球員 雲佩斯也是一樣 雲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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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有一段這樣的新聞 就是 他們那六小幅 七小幅 就是籌棋 那我很相信 如果他們玩籌棋 去買回去 然後說 這樣搞 這樣搞 這件事是 在暗地裡 在做 或者在執行 的時候 他踢走了 退守 莫耶斯 絕對是一個 不出奇的問題 因為 你明白到 誰做 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不想 莫耶斯繼續做 這樣的時候 他們那些 即是找到的 有財團 有猶王 去買的時候 真的買到 或者收購到 萬聯的時候 那就另一片天了 那時候 他們才商量 用哪個領隊 或者他們已經心有所術 都不出奇 或者可能 阿傑斯 或者史高斯已經出來 去做教練 是啊 他們可能已經說 不用了 我們幾兄弟 推薦你去做教練 都不出奇的 所以現在是要看看 他們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無路 我想 都是那句 放長雙眼 我想最起碼 可能過了世界盃之後 是啊 才會有那個領隊 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他們有些在談 現在其實已經在暗地 談及一些球員 等世界盃 之後 或者完結了這個球櫃 才公佈 都不出奇的 是因為現在可能 公佈太早了 或者還未說好 都很多 我覺得會種種 萬聯要重生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必須要換血 因為很多位置 其實已經足夠到 爛了 即是那些到期 驗車 驗車都再 驗車都再 驗了七次 那些已經是 老到夠了 最主要後方 其實 你也這樣說 艾夫人應該要離開 維迪也已經結定下季 去國籍 你很廢 我也相信 應該退休 那你看一下 整對後方線轉制 不僅僅 還要計算中場 中場毫無創造性 你也要找一個創造性的中場 才可以做 其他的位置就不要說 因為你看到 韋彼克那些 坦白說句 暴手族 你哪有夠班 好了 你前面那隊很夠班 他不願意跟你搏 所以種種加起來 是真的要一段時間的 換血洗血 一個 你會覺得 假設 鄉尊真思 雖然這個是 好微不足道的一個球員 對於莫里斯 這件事來講 對於他來講 你覺得 他會不會因為莫里斯 走了 而不漏 看誰做領隊 我覺得 還有 重點 其實有一場球 我不知道他負軸 還是迫於無奈 他擺其實真的 射得不錯 就是擺馬達 那一場 對 那幾件 後備 下來 最前面是小豆 對 小豆 全部踢在內線 小小力 小組 這樣攪拌一下 那一場其實不錯 那一場反而是最好的 對 但是他又不用了 他又用回大牌 可能 就是 你這樣是令到 因為你要強行出回朗尼 貴的 所以沒有人不出 所以變成這樣情況下 對球基本上就協調不到 那就是找個人重新回來收拾 才行 但是他依賴了 側重去哪裏 我們又不是 萬聯的球迷 我們又不能說太多 事情 始終我們這兩個是磊懶 對 我們是磊懶 沒有辦法說太多 總不知 還是那一句 祝萬聯好運 祝他好運 這節的時間又差不多 我很少給歌 但今天真的要給一支歌 這支歌別有一番風味 對 因為我送一支歌 就是送了一支哥哥的名作 《風繼續吹》 給誰 那就先給莫爺 不是叫他繼續吹水 我勸你早點歸 沒錯 就是第一句 一早就叫他早點歸去 叫他早點回去 這節是送一支歌給大家聽 接下來第三節回來 我們講一下西班牙杯和歐聯 下次回來見 好 下次回來見 我勸你酒點歸去 你說你不想歸去 只要我抱著你 柔柔海風 輕輕吹冷句了 夜火堆 我看見 上心的熱 你說我 暫捨得去 如何排入住 如何知乎 只得聽聞你 發變讓風 繼續吹 心裡極發霧 希望流行換著你 由WALL IN ACTION主辦的 VIA Super Volleyball 2014已經開始了 在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的下午 將會在元朗區舉行兩場賽事 頭場下午5點15分的時候 將會由會青迎戰藍橋 而美場傍晚6點半的時候 將會由動稱迎戰國際 至於想收聽其他關於排除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 VALL IN ACTION